实际上这个时候他不知道 尸体解剖的重要性 还是因为传统思想和风俗的影响 不愿意做 是 刚才这个家属 可能就表现出了这个想法 但实际上尸体解剖 它是维护自身权益最好的一个途径 另外实际上他们还有一个途径 法医解剖也可以寻求法律援助 并且我们机构每年都是有这一方面的经费 和法律援助这个案件的数量 就是没有经济能力来聘请做鉴定的 你们可以免费无偿的对它做 这也是对所有法医建立机构 这是机构的有一个指标 之前可能很多人像法律援助大家是知道的 但是像法医方面的这样的援助途径 其实很多人之前可能没那么清楚 很少有渠道可以知道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尽力的 为这个社会的司法公正和农民公共维权 做出自己的一定能力 这是你们这么长时间了 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 有什么要求或者什么想法 就是想嘛 最公正的结论嘛 尽快结案嘛 事件都已经做了 那肯定就是说让最公正的 给我们一个讨一个公道 让人我们身既结完我们人就弄回家嘛 对我们还要弄回老家 我们写了为生者权为死者言 把这个死者的没有说出的语言我们把它翻译出来 这一点你们也是相信我们 我们尽最大的能力来还原世界的真相 当然实际上也应该给你们普及一下 就是说被告方所提出这个意义 它也是合理的 为啥呢 它没做解剖有些事件呢 它需要这个解剖的这个结论 是最公正最科学的 所以呢 如果真的是疾病那就是疾病 是意外 或者是工伤 这个哪个死因 我们也会进行判断 所以呢 这种我们这个解剖呢 是还原这个事件的真相 公正科学的解决这个事情 这点请你们放心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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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